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无意当中看到有玫瑰花在特价挑了两颗我喜欢的颜色 一颗是这种粉红,一颗是这种黄色,拿了就走了 直到我拿回家以后放在院子里考虑应该把它种在哪个位置的时候才闻到了一股清香味 结果我欣然发现我买的这两颗玫瑰花都是带香味的 真是让我太高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非常意外的收获 黄玫瑰我已经有两颗了,但是这一颗的形态更加漂亮 这种黄色和我已经拥有的两颗黄玫瑰的颜色也有一点点不同 看来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玫瑰圆的愿望很快就能够实现了 玫瑰花的品种非常多 除了以颜色来区分以外 它的花的形态也是千姿百态的,有各种各样的 像这种非常富有层次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种 咬玫瑰花其实很容易 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止病虫害 病虫害主要有三四种吧 其实最容易解决的是牙虫病 或者是有青虫来咬它 这种虫病相对而言是最好解决的 比较难解决的呢是白粉病和黑斑病 白粉病一旦发作就是相当可怕 所以我如果发现我的玫瑰花的叶子上有任何一片出现一点点白粉病 它出现白粉病叶子的边缘会卷曲 所以我一旦发现立即就会赶快把那个叶子彻底的剪掉 把它周围的叶子都剪掉 另外呢想办法杀吧 白粉病现在一般不会得 会到秋天的时候天气转凉的时候会有可能出现 最好的方法呢是预防 在它还没有发白粉病之前 我就会用那个洗碗液加上酸奶 把它兑成比较稀湿的溶液 一般来说一茶匙酸奶 一茶匙洗碗液一升水 然后来喷雾 这样呢可以防止它生这个白粉病 这两年我用了这个方法以后呢 我家的玫瑰花就都健康起来了 那剩下芽虫呢就容易解决 黑斑病是相当可怕的 杀伤力太强了 遇到黑斑病你只有是尽快把叶子剪掉 然后这个叶子还要扔得很远 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黑斑病你只能是 一个是想办法医治它去买专业的杀虫 杀这个病害的就是黑斑病害的这种 专用的那种药粉来给它喷雾 如果不行呢你只有祈祷上帝保佑了 最好呢最好是不要让它发白 不要让它发黑斑病 像这两盆花呢它的枝子都非常繁茂 要稍微把它给修剪一点 等我把它种到泥土以后 泥土里面以后呢会稍微把它剪一剪 白斑病和黑斑病多半都是因为不够通风透气造成的 还有一个办法预防呢就是你要事先把花肥给失足了 你失足了花肥它的抵抗力就很强 这就是为何我们从商店买回来的花呢 像这种玫瑰花多半都没有病 关键的关键是花房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施了足够足够的花肥 有了足够的花肥它的抵抗力强 就像一个人它的身体健康就不容易生病了 玫瑰花羊玫瑰花的这个给它治病 还不如防病 防病第一重要 已经得了以后 其实就很惨了 而且它会传染的很快 已经得了以后 真的是想治好它 就得从就是它的病的出发期开始 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 有一两片叶子就要赶紧赶紧的把它彻底剪掉 所以要养好这些植物 是要花很多心思的 要花一些时间 如果你一个星期不去管它 那它生了病以后 就会扩散的非常快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就很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 我们没有能力去治好它们 而是你发现的太迟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期待我的玫瑰圆能早一日建成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